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Terry Gaming 梁粉先跟大家打招呼吧 Hello 梁粉 我們今天又見面了 昨天開完這個箱子 今天又來跟大家拍一段影片 今天是全球聯賽的開箱 梁粉今天沒機會看到我打了 今天威威豬 2019年第一個成就解鎖了 這個17勝其實是很小事 不是什麼特別的東西 這個17勝 其實最主要不是說這17勝 也不是說爆傷這件事 其實這次爆傷就不好看 因為裡面全部都是錢 實質上是沒有東西好看的 算過一條數 如果你打到12勝的話就有6萬元 如果我打到第17勝 就有6萬加30萬 即是9萬元 有9萬元 其實也不是看這裏 是看全球聯賽第一那個 124勝 Boss 我記得那時候好像是第15分鐘左右 我又這麼刻意撞到他 那我剛才的補充還在這裏 Boss就在這裏 我看不到 涼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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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在這裏 走開了 看不到 涼粉 涼粉 先拉後一點 我剛好撞到他 看這個陣子來說 其實他是黑到我抽筋的 再加上他的技術是非常之好 很厲害的技術 但是因為官方那邊做了一個直播給大家看 即是你第一名就能看他怎樣打 然後 我一進場 一進場的時候 我看到自己那邊有些藍色 自己有看 看紅色那邊的數字 就從200 300 400 500 1000 2000 這樣跳上來 然後我心之不妙 然後再看一看 Boss 這個名人 然後跳到2000的時候 那時候我已經很厲害 到牌都出不了 大家都是爆水 出不了牌 那時候你看到他這個王子 他放得這麼厚的時候 我都知道他在很厲害 然後我又在很厲害的時候 我又無緣無故在橋頭放了一個兵人 其實這張牌 可能我已經是五六秒之前禁 然後他放多少都放不出來 其實大家在很厲害 這場就是很厲害的比賽 當觀眾數字的時候 去到3000多的時候 他還是繼續飆升 然後4000、5000、6000 最多的時候我看到是7500多 好像大概是7500多 那數字非常誇張 嚇到我手都震了 我真的玩C.O.這麼久以來 沒有試過這麼緊張 我手都震了 那時候 整身震了 然後他還可以輕鬆地按表情 我真的很佩服他 其實我那邊的觀眾 好像大概只有五個左右 而對面有7500個觀眾 當然那7500個觀眾 大部份的人都是來自 第一名的關戰人數那邊 那邊 其實這一場 我想應該 大家的技術成分那邊的 含量比較低 因為大家 每一張牌都在聰明機 其實頭那兩分鐘 我們都拉到抽筋 之後呢 就 叫做正常翻一點 因為頭那一兩分鐘的時候 觀看人數不斷直線飆升 我想這個時候 伺服器出現了 負荷不到的問題 他就 拉到大家都抽筋 那時候我真的 我把牌都抽不到 我把牌交了四五六秒 都擠不到出來 不斷放進卡槽裡面 那其實是最後那一段 大家在一分 大概一分半鐘左右 那時候 即是這段左右的時候 大家才正常出牌 可以是 所以 其實我是 虎鹿贏了 BOSS 那這裡 他的電龍 他剛巧 放進了蚊子那裡 不然 那一支功成鎚 是可以讓他整平 還有電死我那些蚊子 那然後 那這裡 我不知道他還有沒有 那我 那我 都是這樣 丟牌出來 那跟著 就 很幸運 這樣 贏了三冠 那其實呢 就不是什麼技術的 影片來的 那其實大家在 那邊 就是這樣 不小心地 就贏了 那跟著呢 我呢 就很多朋友 然後呢 就突然間 就PM我 跟我說 哇 看到Perry 看到我 然後呢 有些朋友 直接進了我公司 那邊 就跟我打個招呼 說個哈佬 那樣 就說 哇 你很厲害啊 其實我 都跟大家說了 其實因為大家 我和BOSS都很厲害 所以呢 就 沒有說厲害不厲害 不然呢 他這個三法術 再加上 漢宮巨人 電龍 是黑到我 是死一死的 所以是沒得打的 如果正常 大家一起打的話 那其實官方那邊 就應該都 不知道他怎樣搞了 應該都沒得搞的了 你突然間 7000多人 飆升去看 官戰 正常都會 他要浪費很多packet去處理 所以應該都會影響到我們 玩的 但是 他已經解決了一部分 其實就 在這個全球聯賽 一開始出的時候 大家都是聰明到出不了牌 都是這樣輸的 那其實呢 就 贏是贏聰明的 其實我是不應該這樣拍片 或者怎樣的 其實純粹呢 就自嗨一下 那很多時候 我們這個 贏了一些出名的選手 都是會 CAP頭 那 但是現在讓我做一下 這個2019年的小學雞 先 讓我自嗨一下 那我純粹是 分享一下這件事 都是開心的事 我第一次打 即是三年以來 打CR 第一次是遇到 有 有七千五百幾個 Live View 來看我打CR 那當然有 七千五個都是對面的觀眾 而我當時只有五個觀眾 我也是非常興奮和刺激的了 已經覺得 已經覺得解數了這個CR的成就 也是非常開心 那 那 來到這裡 再開箱 那 那 我也要恭喜BOSS 拿到124勝 我不知道是不是 我看到官方那邊 都有貼圖 恭喜他 不知道他會不會看到我的影片 或者其他粉絲看到我的影片 就千萬不要按DISLIKE 我純粹是分享一下 你給我自嗨一下 那 我始終只有17勝 那我17勝那裡 是 都未破解到我18勝的詛咒 那因為今次是不夠時間打 我是未打完的 未打完就已經收皮了 那 那 那 原本我打算普普通通 就在最後一天 那時候打 那 就撞回那些沒有那麼厲害的對手 那 怎知道 那麼好死不死呢 就被我撞中了 原賽第一名 最厲害的那個 那 我說 不知道有沒有關係 我剛好那時候也是三敗 那他也是三敗的 不知道會不會因為這樣配對 都在一起呢 大家 那麼巧 好啦 其實講完廢話 那來開箱了 那 看看這五百石開到什麼了 那 其實今次 就很少卡戶 會開到出來的 因為大部分都是錢來的 夜裡無 OK 總之 不要重複的都OK 可以換得走的都OK 五千元 然後 一顆 爆了的comment token 然後 又是五千元 然後這個 最廢的閃電寶箱 那 沒什麼好要的了 不挑都爆了 是唯有紙卡 那裏要搓一搓 那裏有五次機會搓紙卡 現在 我現在要野蠻滾桶 電龍 新的卡 總之都是新的卡 才要的 那 搓完它為止 大皮卡 變了兩顆 兩顆 爆了 不要啦 又黑王子 不斷重複 又變了重複 又變了錢 好 五千元 入手 接著 橙卡 token 又是五千元 去到九勝的時候 開始變成一萬元 然後 也是一萬元 全部都開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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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勝又是一萬元 錢 又有個閃電寶箱 其實閃電寶箱 對我來說 真是廢話 白產卡全部都變了錢 黃子又是變錢 先搓一下 為什麼我經常想要哪一張 沒有那張 搓來搓來搓來搓不到 又爆了 再搓 骨骸不要 冰凍不要 電龍好 終於搓到那張有用的卡 15000元 這個十四勝 15000元 這個紙卡 token 我應該在第十六勝的時候 撞到boss 就是這萬五元 我在這萬五元那裡撞到他 贏了他之後 就拿了這萬五元 接著就十七勝 拿了紙卡 箱 那紙卡箱是沒得洗的 應該是開了垃圾 沒得選擇的垃圾 卡 涼粉 閃大電 都沒什麼用了 開了這裡 那 開箱片就來到這裡了 接下來又有個新挑戰 那 皇室戰爭已經出了三年了 但我還沒有三年的徽章 三年的徽章是要多少 還未出嗎 我想應該還差幾天 我記得我這遊戲一出的時候 我隔幾天之後才下載來玩 應該快要有了 那三年的徽章 那他送了少少東西給弟弟 那送了3333元 還有三個黃金寶箱 我們也可以開來看看 看看有什麼垃圾 一邊玩著貓一邊開台 不是拍片都挺有趣 又是爆了 會不會開到一些傳說 紙卡 可以讓我玩一下 看看沒有 又是一張 一張紙卡 好了 都是一些垃圾 沒什麼特別 收完之後 就會看到這張 三隻藍色國王 3King 接著就有一個挑戰仔 其實應該都很簡單 看一個聖場 應該都有一些十石的關卡 太過無聊了 應該都不會拍片給大家看 或者一定都不會開台打 因為就是選卡挑戰 沒什麼好看 因為選卡挑戰是最沒什麼看的 好了 接著呢 又有這個Gowash 大家又要打 我的錢已經去到84萬 已經不知道拿來升什麼牌好了 但是我們最頑強的三槍 接下來有這個不利的消息 是準備直接Laf3槍 不過不知道是真還是假 要過多幾天之後 等官方正式公佈的時候才知道 好了 石 Gam那邊越用越少 現在只剩下16500石 現在用得非常快 好了 就是這樣了 其實這個 挑戰 就是用三槍 現在這套三槍是非常無敵 因為最厲害的是 他在刺客 那裡 刺客加攻城取 有些人更離譜是加上黑王子 變成三槍 其實他打法也是三槍 人家有大波進攻的時候 就用三槍吃他的一波 沒有的時候就砌水塔 就是這樣 現在打法就是這樣 都是見招插招的三槍 又拍不到梁粉的頭 好了 拜拜了 我們跟觀眾打個招呼 再說拜拜 拜拜了 我們下一集再見 有朋友可以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記得幫忙按一下按鈕 對了 我真的很想在這一年 2019年裡面 達成到一千人訂閱 這個目標 希望可以達成 都是要靠這麼多位朋友仔 再介紹給朋友看 這樣 如果還沒訂閱我的朋友 記得按一下 麻煩這麼多位觀眾 還有也可以按個like 或者在留言 聊聊聊天 你們的支持 對我來說非常之重要 如果還沒看回我的昨天 2019年第一個開箱片 可以在YouTube那邊看 有阿良粉的貓頭 是非常之大的貓頭 你們可以看回一條開箱片 第一次拍了一條開箱片 你們可以拿來看一下 挺有趣的 好了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了 各位觀眾 多謝大家的收看 拜拜